把这些统统做出来 定义名称用 count if 跟 count 然后就是利用那个格式化 做出万分之多少的结果 OK 再来的话我们就要做出几个按钮 其实包含这些 最好是可以一键完成 刚刚说的事情 另外可以有个清除 再来就格式化 什么格式化就是把前期名的 号码帮我加个底色 前期名的加个底色怎么做 然后可以把它清 另外列出那个前期名的清单 放在这里有个清除 所以我demo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做的 大概就是这六个按钮 第一个清除 刚刚的东西 再来的话热肉彩直接丢过来就好 这个怎么做 你要不要一键完成 刚刚有四个栏位 这个程式的话只有六行 就是四个栏位加上外面一个回圈 就搞定了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要重复做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丢公式 跑个回圈就完成了 OK 那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再来的话 清楚这个前面讲过了 这个没问题 再来的话就是做格式化 格式化是什么 就是回圈范围 2728333439 当然会有对应个清除 把它拿掉 有没有 其实这个好像前面有没有交过 程式只有五行 一个回圈 里面包逻辑 逻辑是什么呢 如果1栏 小于等于7的话 然后中间多一行 就是把它的同一列的A栏 底色改成黄 改成黄色我没有交过 RGB 就是红色加绿色 有没有 就是可以有底色效果 有没有 所以五行 清除的话也交过 叫XL NUM 没有颜色 可以把它清除 不过本来我只有交到这边 后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还是很麻烦 还是要卷下去 比如说我将来要给我们老板报表 我怎么不可能说拿这个给他 因为说你为什么不列个清单给我就好了 前期明你应该讲 列个清单放在这边不就好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我还要自己去里面找 对不对 其实现在老板就最好是你都帮他想好好的 然后告诉他他要的东西 其他不要的不要让我看到 因为他事情太多日以万机 你要帮他去掉 其实他不需要看的 他要看的你给他看到就好了 这样他才有办法做正确的决策 公司才会赚钱 如果公司都不赚钱 你给他的资料都是错误的 结果他做的决策都是错误的 结果他当然公司不赚钱 他对员工当然也会苛刻 对不对 如果老板自己都不赚钱 怎么可能还会有钱分给员工 但如果你赚钱却不分给员工 那真的是不应该 不过我看到大部分其实会赚钱 有赚到钱的大部分其实就会相对大方 因为你都赚到钱了 拿出一些些其实对他来讲也是合理的 最后要把它清除一下 这个清除很简单 就大概这样子 所以底下的话我们总共会有六个按钮 很多其实都做过 所以我们只是把前面讲过的东西拿来做改 OK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那后才清除先开始 因为最简单 应该会写 for i 等于什么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追踪 或者是说到哪一列 到第四、三列 这样也可以 我是建议你用写追踪比较高级一点 因为以后如果范围会变动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for i 等于什么 有没有向下追踪 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range 就这个方法 一个是用我们之前写过的方法 我先把这个取消掉 这个先注解 OK 假如说我们用之前讲过的for i 等于什么 第二列到第四十三列 有没有 但是我建议以后要追踪的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的范围可能会变动的话 不过今天这一题应该是不会变动 不过当然我建议 记得从A2Ctrl向下 所以Ctrl向下的话 点什么呢? 点end 然后前瓜阿虎一下 上下左右选一下 向下追踪就x而大 前瓜阿虎在 你要什么呢? 帮我把哪一列回传回来 所以你打一个弱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一定要熟悉 回来就43 分别把他的b c d e 分别把他清空 那次就可以 或者另外一个写法 我们前面写 这个写法是跑个回圈 他缺点是什么? 他会一个一个清除 所以效率比较慢 效率比较快的是什么? 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把它注解 这个把它注解 换成下面这个 范围 特别是Range 从b 2 到1的43 可是我后面是写成什么? 向下追踪 你只要清楚的话 点什么? 点Clear Contents ClearContents 如果你刚有录制聚集 有看的话 应该知道 按Delete就是ClearContents 什么叫Clear? Clear就清除全部 包含格式 所以框线也都不见 这一题应该比较不适合用Clear 因为Clear变成框线都不见 除非你要重划 那就OK 可是不是的话 你就ClearContents 这样子OK 向下追踪怎么追踪? 43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放到这个后面串接就可以 串的方法 特别是说 其实因为43 43已经是这个字串的最右边了 所以不需要串两边 只需要串一边 可是我发现之前 跟同学解释半天 他还是有障碍 串一边 刚之前是串两边 对不对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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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是放中间 可是因为他已经在最右边 所以怎么做 把43删除 空一格and 一个就好了 串在最右边 然后再把什么? 把这个向下追踪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这个向下追踪 从复制到and的后面 这个时候 他的原理是这样 他会自己追踪到得到多少?43 的数字 遇到and符号之后 加上双引号 跟这边的串在一起 就变成12到143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一次 我发现我讲很久 但还是有同学有点障碍 不过我想多看几遍 应该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OK 这个地方是清楚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 乐透彩怎么输出 那我是建议 这个部分的话 以后如果说你把这些范围 全部都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名称定义就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就有定义什么? 定义开奖101 有没有?然后开奖102 但是其实 号码可不可以定义?可以 这边可以放号码 这边也可以放号码 这个是101年102年的几率 排名的话合计合计 有没有?我都用定义名称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你直接丢过去 那程式部分的话 一行都不用改 你会发现我直接把 刚刚的这个公式贴过来 完全不需要修改 不过前提是怎么样? 你必须要把这边里面所有的公式 都改成定义名称 可是里面有几个地方没定义? 我们刚刚只有定义什么?101 102 那如果其他 A栏 B栏 C D E 这几个 如果你一次要定义 比如说 号码就是底下这个范围 那我们之前怎么做? Ctrl Shift 向下 然后在这边输入 号码 Enter 然后 这个也是又做一次 这个做一次 每一栏都做一次 那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需要这麻烦的话 我先把我刚刚定义这个把它拿掉 这几个 我本来只有定义两个 这几个把它删除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快速把这些范围都定义好名称的话 如果名称拿掉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几年 因为找不到名称 那你可以怎么做? E 可以把A1 包含它的栏位名称 跟它底下要的那个范围一起选取 所以A到E栏我全部选取 所以把它A 这个横向先选 五个栏位 然后Ctrl Shift 向下 接下来 特别注意 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里面 公式 名称管理员隔壁有个叫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找到有一个叫什么? 顶端列的 那什么叫顶端列? 意思是说 我将来我的名称 刚好就在顶端列 所以它就把下面的这个范围 自动建一个名称叫做号码 就是用上面的名称 当成它的定义名称 就OK 所以把它顶端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恢复正常 为什么? 因为我里面的所有的部分名称 都是用定义名称来的 包含刚刚这个地方 号码 我本来是用什么? 这个地方是选这个吧 A2 对不对? 那未来 特别说你可以直接把这边改成F3 找到号码就可以 直接用号码打勾 下下填满 而且完全不需要什么? 做锁定的 不需要让它自动加1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号码指的就是这一栏的号码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哪一列 它就自动抓它隔壁这个的资料过来 其他都以此类推 所以其他这些有没有 通通都可以用所谓的名称 像核记这个也是一样 你想说为什么这个核记 这个也是核记 特别注意 这个第一个核记指的是 它只要一个资料 所以它会抓这个资料 但是REF它要抓是一个范围的资料 所以你给它一个范围 它就全部抓 所以这边的话 比较特殊 两个都核记 但是这个核记只抓它隔壁的这一个 这个核记是抓整个范围 主要判断是它需要什么资料 它就会抓它单个或者是全部的资料 然后按确定 这个好处就是说将来我们如果跟VBA结合的话 直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公式 一个字都不需要改的复制 贴到那个双号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定义名称我刚刚讲过 跟VBA的搭配 几乎是无为合 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我刚刚 只要把它全部都改成名称之后 再把这个公式全部都贴上 一个字都不用改 就大功告成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那里面的话分别把它丢到bcde 如果你将来还有更多籃 你就全部都丢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很快的可以帮我们把所谓的 快速产生你要的报表的资料 你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哪一栏 你看哪一栏你就要产生的话 用这个方法其实是最简便的 清除 输出 这个是我放在云端上面也有在底下 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第一个清除 这个是第二个 不过记得你要先把其他的名称都定义 宣整个Ctrl Shift向下 A到E 然后做什么 公式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自动帮你把底下的范围变成对应到上面的名称 OK 因为你选了五个栏位 所以一次会帮你建五个名称 未来如果你有很多栏 你会快速建立 这个其实概念比较像资料库 有点像 反正这以后就是这一栏 它的栏名就是上面的 对应到就是下面资料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的话我们还要再做这四个按钮 就是第一个是如果我今天是要根据排名的前七名 自动帮我把前面的这个底色改成黄色的话 成事如何撰写 第二个的话如果我今天这个还是不服使用 我希望把如果他的排名是前七名 就帮我把他的排名直接列在这里 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的比较重要的部分 特别注意就是 将来呢 如果你希望你输出那个公式的时候 一个字都不需要修改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所有的公式 都用定义名称来完成 这样子以后 你把整个公式贴到那个VBA里面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你完成 而且写VBA的话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的 不过前提就是你的前置作业 就是你要先把你需要的定义名称做 所以刚刚我们有定义 总共有开奖101开奖102 跟那个五个栏位的名称 你要先定义好 这样的话呢 再来产生VBA 就会非常的简便 OK 试一下 好 好 好